大家好,我是孫韻,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猶災2.0 講講講港股情況,今天港股算是可以,低開後反覆向好 倒升,初初跌幅收窄,後來下半場倒升 升過百多點,前日接近100點都升幅,升99點 收23893點,成交就縮了,971億 今天做好,騰訊既手工,升8元有多,2%有多的進帳 中移動也不錯,升幅更加強,2.7%的進帳 只不過,匯豐今天再遠回來,逆市下跌0.8% 加上石油股,以至本地經濟股都弱地 令市的升幅不能擴大,只有99點的進帳 昨天市跌了幾百點,500多點內 今天反彈回來,99點的成交就縮,後市是怎樣看呢 後市最關鍵,以宏觀因素來說,都是回到點提幾個字 油災2.0,油災即是油價下跌的災難 會不會出現2.0,即是再來一次呢 這就是關鍵中的關鍵,因為周初的油價大跌,其有 大家可能都嚇到鼻孔都沒有動 畢竟負40美元,這個跌勢真是歷來未見過 會不會出現2.0,成為後市,大家比較擔心 因為一方面,看大數據,大家可能覺得好像仍然有風險 根據他們之前的減產協議,5月1日開始 就算減產,加上全球,即是由早至非由早的產業國 大家一起落實,當它落實來減 K&K加上,每天大概減2千萬桶油 但這個減幅,即使減至盡,等於供應減少了5分1,即是2成左右 但只不過在疫情的情況下,全球的需求減少了3分1 換言之,看來石油供求的情況仍然失行,供大於求 換言之,這陣子石油庫存一直持續增加 以至周初擔心沒有地方擺油,以至出現負油價的情況 可能就會持續困擾市場人士 現在大家普遍擔心,會不會是5月初已經來了 因為其實是高盛的說法 因為上次周初就是下旬,4月下旬出現的狀況 大家如果吸收了這些經驗,會不會提早轉倉 以至4月下旬,早幾天的情況,會不會在5月初出現呢 特別是提到減產,5月1日才實施,未來幾周 仍然未有大規模減產,會不會供需情況,以至儲存 以至儲存的設施爆行,令到在5月初已經出現 所以大家留意著,會不會出現這個油災2.0 如果油災2.0出現,就真是頭赤 因為根據現在老陸續出現的研究,顯示 如果油價跌到20元以下,美國有500多間相關的陷探 或者生產的企業,就會在2021年底前申請破產 如果跌到10元美元,就更大件事,就簽一間 基本上所有葉環油的公司都會不行 所以如果真的出現2.0,對美國經濟的衝擊 當然石油行業首當其衝,是非常巨大 所以大家留意著,這個最宏觀的因素 這是其中一個關鍵對後市的影響 第二個關鍵影響是甚麼呢 就看看這圖,就是美元對港元的情況 看到港元持續強勢,這裡顯示7.7497 已經比強方保證更加強 其實過去這兩天已經三度金管局出來 就接美元沽盤向銀行體系注資 經一輪注資後 4月24日估計銀行體系結束 會去到將近650億元 換言之資金持續流入香港 原因是跟息差有關,因為港息息差高於美國 所以資金就湧入香港吐息 所以資金不斷湧入來之下 港股的氣氛都得到改善 所以今天抵開後能夠回升其中一個關鍵 當然導致在亞洲時段的期貨上升也是一個因素 換言之其中一個因素就是看美元對港元能否維持強勢 如果能夠維持強勢 對港股的氣氛有幫助 這是第二個關鍵 這是好方面的關鍵 第二個好的關鍵是甚麼呢 就是看看個別股份的情況 這些重磅股今天成為市場上升的重要功勢 單是騰訊和中移動兩隻股份 已經帶動港股升八十幾點 剛才提及了87點 剛才提及港股今天全日升九十九點 單是這兩隻已經佔了絕大部份的升幅 但這兩隻股升下升下 已經到了一個比較重要的關鍵 能否再突破向上 就真的要等著日潮 因為今天看看騰訊的樣子 英文竹圖來說走勢不錯 出現是曙光初現 幾乎破腳穿頭 走勢漂亮 但漂亮之餘 它的阻力已經勤在止尺 去到420元是重要阻力 換言之升到10元左右 就已經接近阻力 能否再突破 成為後市能否再上一層樓的重要關鍵 至於中國移動 今天走勢也不錯 本來之前形成了下降通道的態勢 今天股價考驗了20天線支持之後 就回升 現在迫近下降通道的頂部 如果穿了走勢就明顯會離上一點 現在重要的阻力在哪裏呢 就是這個了 63.5元 這個主要阻力就是下降通道頂部 如果穿了 它又進一步走勢 有助恆辛指數就向上 當然 當然 重磅股裏面有些走勢不多生性 拖回市內 會否進一步不生性 令市的升勢受阻 都是要觀察著 這個就是匯豐 匯豐今天就一般 其實昨天已經跌穿短期的上升軌 今天進一步走低 逆市鄉 一般的 38.5元收市 它重要的支持是37元左右 大家留意著 準確點是37.6元 大家留意著 會否跌穿 跌穿就麻煩 成為一個後市的重要障礙 以升浪能否再展 重要障礙就是匯豐 當然 恆辛指數自己的走勢也要留意著 恆辛指數今天也是 曾經穿過20天線 但幸好失而復得 而且這兩天的陰陽足圖 先是陰陽足 接著做陽足 形成很有反攻的走勢 好一點點 只不過剛才提及過 成交不是太多 只剩下970億 昨天是111億 明顯的 升市成交縮 顯示上升動力好像不夠昨天 下電獨力大 所以大家留意著 這兩個綠色箭咀指著的小箱頂 同時也貼近箭咀 下跌熱口 大概24,600點 大家留意著 這位置是恆辛指數的重要阻力 後市能否再展升浪 關鍵就是看這裏 好了,時間關係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